HELLO 各位Youtube還有暗暗破壞神的玩家 大家好 我是Zero 歡迎再度回到我的暗暗破壞神的頻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生之年的系列 這是帕拉丁聖騎士的畢業裝之一 為什麼我說之一呢 因為我個人覺得是之一 但是對某些人來說的話 這是一定是他的畢業裝 但沒錯這也是聖騎士的畢業裝 那是白樂丁跟鈍丁在用的 那這件裝備的話來講的話呢 是非常的貴 又非常的難打 然後 我相信我這樣大家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並不是我目前這個聖騎士上面的那個 這個裝備齁 而是很多聖騎士夢寐以求的 這個非常極致的一個裝備 而且差1% 他的價值他就差很多了 OK我們現在看一下什麼東西呢 就是所謂的旋風盾齁 因為我們舊版我們是叫做旋風盾 那旋風盾他之所以難打是因為說說呢 他本身他出現的機率本身就不高了 你看那個 欸我有個綠色的旋風盾不見了 我不知道到哪裡去 那個綠色的旋風盾 其實就很難打 那更何況是這個是 五行 然後又是四屬抗 那洞是我後來去打的 因為你說要打到四屬 四屬抗又五行 有四個洞 那個機會可能真的不是很高 我不是很高 那這個可以看一下 我只有13個反抗靈氣 那其他的 就是他的防禦其實 也就900多 我知道也有更高的 1000多 然後如果 你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是 反抗的年紀是頂的 45抗 就非常非常非常的貴 如果你去某個數字網站看 他光這個底材 他光這個底材的話 你就可以賣到非常高的價錢 來自於現在我這個模式是非天地的模式 這一把 這個盾的話 我雖然這個手機不是很漂亮 但是我擺著 我還可以繼續洗 我洗到我要的 都不為過 那這個的話 不瞞各位講 曾經有人出 好幾顆高福要跟我買 但是我沒有要賣 我並沒有要賣的意思 因為他現在 那時候是還沒有打四個洞 那現在我打了四個洞之後 那價值就更高了 因為又是頂的 又是四個洞 又是五型的 這個是非常 聖體是非常奢華的一個裝備 那我自己也覺得 可能我這一輩子 可能就打到這麼一個 那為什麼你可能想說 那你跟 你跟鳳凰盾 你要怎麼去取蛇呢 這是個好問題 那我怎麼去取蛇呢 也就是說 你們自己看一下 自己看一下這個鳳凰盾 鳳凰盾的話 來說的話 如果今天你是要打PVE部分 我現在是講PVE部分的話 鳳凰盾是非常好的選擇 乃至於就是說 因為我換了鳳凰盾 我鳳凰盾裝上去的時候 所以你一定要弄這個 吸水鬼的手套 可是我吸水鬼手套 我現在已經把它換掉 變成血權了 雖然防禦差了一點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在PVP的部分 血權甚至於 你甚至於不用打PVP 你打PVE來講的話 它的屬性是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看一下 它增加了40%的血 有30%的FHR 有更加10%的攻擊 而且這個的話來講的話 這個血權還可以再升級 我不知道這個是升級的 我記得這個好像是升級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血權 後比手套 這個應該是升級上去的 這升級上去的 而且這個的話 即使你不打PK 你打PVE的話 也很好用 那我會換掉是因為說 我現在如果我有鳳凰盾的話 我就可以 我就有其他的選擇可以用 因為它本身它有 擊中百分之 它有15%的偷取生命 但是呢 這個只有10%的偷取生命 所以比較起來來說的話 它的話會 因為 觸發偷取生命 你在打 鴻門山王的時候 你拿劉文盾 羅文盾的話 是非常的好用 然後再加上 如果你穿到背信的話 來講的話呢 這個是 這個是我非常的 那因為 我穿這一件 謎團其實 我也是在想說 可能要換一件 這個背信 去打那個山王 因為我看到很多方拉兵都喜歡穿 這個背信 或是說 或是說 我看很多都是穿背信 好像沒有人在穿鋼蠅 我也是蠻想 就是說穿鋼蠅 去試試看 就是當盾定 去打 我覺得傷害應該是會比較高一點 應該是會比較高一點 OK 那 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還有就是說 之前這把狂斧的話 明明它是15D的傷害 這個的話 我是覺得說 這個也可以點進戰的 升級式或者說 野蠻的去用 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OK 那 我感覺 我每次在錄這個影片 都有一點興趣 我感覺我很在炫富 可是並不是 因為你要錄這種 這種影片 這種 這種影片 不是 有這個機會 常常有這個機會 錄 因為你真的是要打到 極品或好 因為 就目前我現在是 這個模式是 飛天梯專家 模式來說的話 來講 你現在在這個模式裡面 來講的話 你只有兩種東西 是最值錢的 第一個就是 頂級的符文裝 或是 頂級金色的裝備 再來就是 頂級或是說 超屌的 手工藝的東西 目前只有 這兩個東西是值錢的 其他的 如果是差一點點 其實原則上來講 基本上 就 沒有什麼價格 就沒有什麼價格 因為大家追求的 就是主要是 基品 基品裝備 我是DiLo 很感謝 新的訂閱者 訂閱我的 我的情報 訂閱我的 Youtube 那 因為很久沒有用 這種 比較 正常的聲音 錄 就有點怪怪 反而我自己有點不習慣 我相信未來 什麼時候又會不習慣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是DiLo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